嗨,大家好,我是欧吉桑 欢迎收看2022年5月4日的澳洲重点新闻 欧吉桑每日用中文报道 生活在澳洲不能不知道的时事新闻 想要融入澳洲生活 那就赶快按下追踪或订阅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 决定在通膨率不断走高的情况下 官方现金利率上调到0.35% 加上四大银行的房贷浮动利率 也直接上调0.25%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贷款成本将开始上升 而且成长的速度很快 预计会有更多的人会转向银行的定期存款 接下来,捷新航空庆祝18岁生日 而展开一系列的促销活动 目前有超过40万张的机票可以选择 所有的票价都包含免费的回程航班 但不包括托运行李的价格 每条航线的优惠票价日期不同 优惠期间从2022年7月中旬 到2023年的2月下旬 最后一则新闻 从今天傍晚开始 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斯将准备迎接寒流 在维多利亚部分地区的气温 可能会比今天的平均下降5度 而雪梨预计周六会下降到9度的低温 欧吉桑在这里提醒大家 明天出门上班上课要多穿一点 注意保暖不要感冒了 我是欧吉桑 如果大家对澳洲留学移民或生活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问我 最后不要忘记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